Hello 大家好 就是说 当你有朋友 来你住的地方 做客 如果是你 但是 你不能够认为说 因为我付了钱 我在这里住是合法的 所以我的朋友 来这里住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我们 要 多多的邀请朋友来家里 但是呢 如果你的房子里面 有别的租客 或者你还有上下左右邻居 那你就要考虑到 这个问题 就是 你的朋友来了 其实会对你的周围 造成一种改变 有些人会愿意 接受这种改变 有些人却并不想要 这种改变 所以呢 这就会造成一些不变 所以当你有朋友 来看你的时候 甚至要小住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要对周围的环境 抱以一种歉疑和感恩的心 就是我多有打扰了 然后 大家还海涵 要非常的感谢和抱歉 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自己 和自己圈里的朋友 也要考虑到 自己的邻居 自己的 居住环境的 共同的这些 生命 但如果你想有小动物的话 你也要考虑小动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要考虑到 我们呢 就是一个 而已 全世界都是一 所以我们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对于周围 永远保持着感恩和抱歉的心理 加油 永远保持着感恩和抱歉